养码头手机客户端是一个海外购物平台 由生活在国外的买手开店铺负购买商品 去年11月19号 妮女士在养码头上一家叫乔治英国购的店铺 买了一块浪琴手表 优惠后4172块钱 上个月14号收到了商品 当天晚上就发现手表有问题 从妮女士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时针在6点和7点之间 分针在1点和2点之间 秒针遇到分针的时候会回弹一下 之后就卡住不动了 需要用手敲一下 秒针才会继续走动 随后妮女士向卖家反映了情况 她后面她说她在店里问了手表店的那些人 她说这个就是一个小问题 她说我不同意退货 新买的东西有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心里肯定不舒服了 妮女士认为这块手表有质量问题 要求退货 卖家拒绝了 她就把手表卡顿的视频发给了养码头客服 之后就又给我回电话 她说那你把手表寄到我们退货中心来 隔了好长时间 到1月2号的时候 她下午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没有发现我所说的这个问题 要把手表退还寄还给我 我说 我说那我不能接受这样一块手表 你寄过来我会拒签的 买手这边也是人在英国 所以我们是有一定的时差 需要一些时间去处理的 这位养码头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要跟位于英国的买手去沟通这件事情 由于时差等原因需要一些时间 两天后 养码头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我们 我们这边也是专业检测团队观察了之后 没有发现就是消费者这边说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所以第一时间跟品牌方 也是取得了一个联系 然后交给他们鉴定了一下 确定产品本身是没有质量问题的 那为什么用户会有这种情况发现呢 而你们没有发现 我们这边的确是没有这样发现 你女士表示 养码头这样的说法 她不认可 她强烈要求退货 然后呢 我们是觉得如果用户这边是要退货 我们为了更好的话 更好的去给到他一个体验的话 那我们也协商给他退货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者报道 去新闻 我 受罪消polit